太多人去自首 苗栗仙議員曾文學揭露 苗栗地震處各地震事務所 有公務員乍領差旅費 公務員乍領差旅費 這是他們的 雖然每月的錢只有錢多塊 那個長年每月下來 到底多少人給納車錢 盡量太多人給他帶 曾文學出示資料 上頭顯示在2014年的 7月7號跟16號 明明記錄上 這名公務員需要出差 但辦公室內卻有多張 他各一張處理的文件 根本都不攏 他目前這位同仁 他也已經去檢調單位 做自首 然後也在 已經進行筆錄的錄製 然後檢調單位也跟我說 接下來會立押 議員更指出 要簽合出差費 必須經過代理人 主任之手 眾人不可能不知情 顯示這乍領差旅費的陋席 早已心知有年 投訴人因為良心不安 不願配合 竟然還被同事排擠孤立 讓他看不下去 如果說真的有 乍領的同仁 跟其實認真出去 去差旅費也不一樣 除了自通查的 他這個施政以後 他會送這個 對 地震單位涉嫌 查領出差費 苗栗縣地震處長表示 不知情 市長需要長第一時間 承諾會全面徹查 但拆旅費 本來是國家體恤公務員 外出工作的補貼 沒想到竟然會成為 他們的舞弊溫床 結果彭志銘連帶記章景城苗栗 裁縫報導